這五條 五條先打 四萬 他留五條先打四萬 可以 寶哥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想法 你說他留五條先打四萬 對阿 這樣對子會不會太多了阿 稍微有 文昌阿 所以我在問你的想法 想法阿 現在你會留那麼多對子嗎 對我來說四萬是非常好的搭子 靠搭的搭子 而且四萬已經斷了 被碰死了 以我來說 下家已經三個落地的情況底下 我這把牌早就放棄了 因為我還要兩三進才聽阿 對我來說我手上這些對子都是危險的 而且都爆搭的對子 尖章的對子 根本沒有成搭的牌阿 一搭都沒有 沒有一個完整的 比如說一二三或一個坎都沒有 對 你看四紅的那個牌已經快形成碰碰壺了 我們塵浩碰了六條會先打什麼呢 先打八條 碰起來碰碰壺 果然是碰碰壺 而且又是一個八桶碰斷的九桶對倒 對阿 莊文昌的一對 你看莊文昌現在下家已經聽牌的時候他繼續進攻 但他還要兩進 而且在四張牌的情況下他繼續進攻 等一下他碰到其他的牌如果他以安全來說的話我認為他可能就拆九桶對了 看他怎麼打吧 看他怎麼打 因為他現在暴打 暴打 看感覺九桶看起來就比較安全一點點 我是認為事實上從這個 從這個上帝視角來看 這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啦 進攻 此時進攻並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事實也是如此 對 陳映山是不是 陳養山 陳養山 晚上好 晚上 對阿爸文昌加油 應該是同事話 同事或朋友吧 相親啊 宜蘭相親看起來 好四條你看他現在好這個命令到人生的抉擇 他拆九萬對 可是這種牌局看起來是 九筆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感覺 是 對啊就要拆到九萬對齁 大家也許內心在後悔啊因為對家馬上摸出九萬打出來 對啊 如果是我也許會打七條對吧 反正都碰四條 對我也會打七條對因為八條已經 斷了七條 自己也碰了 六條也碰斷了啊七條感覺就是比較安全一點 好他現在一盡聽 看他摸到什麼因為七條已經抓對沒有牌了啦 九萬九筆也抓對了 莊文昌這種牌原則上已經是空聽了 即便他碰到五條也是空聽 好三條三條還有牌嗎 還有一張 都還沒聽啊 沒打四筆嗎 現在陳昊也是一個對導 也是一盡聽都還沒聽 他聽了啦陳昊 陳昊聽了嗎 六萬七筒對啊 他現在最近這 幾次的聽牌都是對導 也都沒有聽到很好的 牌族 希希說沒沒錯 碰碰我空聽 對 沒錯 他碰碰我空聽 三條也沒了嗎 三條外面 外面有打一張的是嗎 三條的話目前還有一張啊 對啊 還有一張的三條而已啦 沒錯 因為陳昊拿了一條啊 拿了一張 一張對 那九筆對是沒有了嗎 九筆早就沒有了 沒有很久了 蓮世宏三條 還沒摸進來就打出去了 看起來 聽牌 敢打 敢打嗎 不打 不敢打四筒 但四筒是一個 沒有人完全沒有人要的牌 喔不過八條也沒了啦 他打四筒這張牌是沒有意義的 我差點聽牌耶 摸到五條還聽牌 好 第二個空聽 對 三條 胡筆 這邊直接拆東風砍了 六萬七筒 是否有機會 六七啊 七筒其實蠻不錯的 對啊 而且沒人拿耶 七筒跑去哪了 八噸內嗎 還有兩張耶 沒牌了 好 蓮世宏海底 海底 海底 他摸到七筒吧 你沒給我們看 直接打 好 湯莊 好 第一個湯莊 第一局的湯莊 好 好 好